希望谢了家人们 平安 刚刚我们看见的那个视频 是有说到我们在过去的整个四月份 我们所经历的 也可以说我们经历了上帝的祝福 在我们的中间 你知道我们在过去的几周里面 我们感恩神的同在 感恩神的恩典 我们能够接触许多的新朋友 不管是老少 不管他的年龄 背景 是谁 是来自哪里 我们都向神来感恩 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 当然我们相信这一切 就是上帝所给我们的祝福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 祝福只是 就是那一些 看得见的 马上看得见的 我们觉得祝福是 好像物质上的 我们可以使用的 但是过去的这个四月份 让我们看见什么呢 这一切都是上帝 所祝福我们教会 而且上帝也把他的祝福 倾倒在那一些 第一次来到教会 可能第一次跟我们接触的人 我相信祝福就会领到他们 我们要感恩 而且我们要欢呼 我们要欢喜 我们要快乐 阿们 所以在荧幕前呢 帮我一个忙的就是 如果你跟你旁边有小组 家人一起跟你看的 给他一个high five 跟他说你做到非常棒 如果你自己看的 给你自己一个鼓励的掌声 因为你做到非常棒 无论你有没有在我们中间 你有没有服事 你有没有做什么都好 It's not about that 甚至可能你只是在背后 努力的为着教会 为着神的国度 为着你的小组来祷告 那个已经很重要 阿们 所以今天 我们要继续在神的面前呢 求神继续把更大 更多的恩典 倾倒在我们中间 倾倒在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家里面 阿们 好 过去的上个礼拜 我们 有这个的 Blessing Express 就是祝福请签收 这个主题的聚会 那么婆说牧师 也在我们中间分享了 在这个生命里面呢 如果我们要得到这个祝福 有三个 很基本 但是很重要的重点 第一就是 要认识神 第二 你要经历神 第三 你要追求神 你就必定可以领受 签收这个的祝福 那么今天我要继续 延续下去 这个的主题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呢 我们要讨论的 我要跟你分享的是什么呢 是 祝福 真正的 关于到祝福的真理 The truth about Blessing 希望呢 我们今天过后呢 我们会更了解 而且我们每一个人 都真的能够签收 领受到这个上帝 所要给我们的祝福 首先第一个 我相信每一个人 都很期待知道的 就是什么呢 祝福的真理 祝福 真正什么是祝福呢 第一 祝福 是神 所要给我们的 OK 第一 God want to bless us 不是我们要啊 是神 要 祝福 给我们 是神 要把 祂的祝福 倾导 给你 当然 可能你会问 这样我要做什么 才得到这个祝福 什么都不用做 因为给 祝福 这位上帝呢 祂给你 因为 不是我们 我们配得 我们应该 我们做了什么 所以我们应该收成 No 我们的上帝 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的上帝是 充满恩典的神 充满恩典的上帝 所以是神 渴望把祝福 给你 多过你想 从神的身上 手中得到祝福 这个是 就是祝福的真理 如果你的生命 有这位神 你说 好不好啊 你要吗 如果你不要 那个是一个遗憾 我们看一看 这段的经文 你知道知道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诗篇67章 67章里面有七节 这一章 经节里面呢 有什么特别 你知道吗 他讲述到的就是 都是祝福 这个经节里面 所讲的 都是祝福 前面 开头的时候 是从祝福开始 受尾的时候 也是从祝福 受尾 这里有个提醒 很多时候 你看神做事情 头跟尾 都是一致的 是一致型的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人呢 我们很多时候 人就怎么样呢 人就是 斧头 舍尾 做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但是 做到一半的时候 后面 你就会看到 死尾出来了 不见人 很多时候 爱神 基督徒 一开始的时候 都是非常火热的 我相信 今天 如果你是刚刚 来到我们中间的 我祷告 你不要成为 这样的人 因为 这个是个遗憾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 不单单 只要前面好 而且我们 后面 要更加丰盛 才对 你相信吗 你相信 不是因为 我们配得 是因为我们的神 就是 有词 有钟 他是 Alpha And Omega 他是从 创世纪 开始到 启示录 这位神 都是一致的 他所说过的 必定 成就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做 任何的事情都好 不管是爱神 追求神 跟随神 或成为一个 一个中心的 一个的仆人 或许是成为一个 中心的伴侣 不管是做父亲的 做孩子的 做工人的 做老板的 做上帝的仆人的 每一个人 各个行业 我们都要记得 我们都是要成为一个 有头 有尾 好像神 好像基督一样 Amen Be like Christ 所以我们看看 诗篇 第六词 七章 第一节 开始 OK 我请 同工帮我念 好吗 这里很简单 英文是说 May God Be gracious To us And bless us And make His face Shine on us 重点 有两个这里 第一节 我请你把 highlighter 也好 Pen 也好 把你的圣经 打开 翻开 然后把它圈起来 第一个就是 神 God Be gracious 神的恩典 这里说到的是 神的恩典 是白白给你的 因为祂爱你 不是你配得 没有一个人配得 今天没有一个人 是因为我们配得 所以 耶稣要 来到 从天上 来到我们中间 死在世界上 为你的罪而摆上 No need We are not deserve No one deserve 但是因为神爱我们 因为神的本性 就是慈爱 He is compassion He is full of grace Full of love 所以就算 那个的 有一个的囚犯 在耶稣的旁边的 跟他挂在一起 在木头上的 连 他的生命的 最后的生涯 他刚刚有这样的机会 去认识神的时候 神也把这样的恩典 给了他 神也跟这位的 囚犯说 听好 你 实实在在 我告诉你 你必定与我一起 去到乐园 Wow 什么都不用做 很多基督徒一定说 哇 我要做这样的人 我知道 等到我最后一分钟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才说 主啊 我要相信你 我悔改了 请你救我 是吗 这样我们前面的一辈子 哇 我们就可以 修以发舞了 我们可以做我们喜欢做的 肉体喜欢做的 所有罪恶的事情 是吗 当然不是 你要知道 那个时候是 那个囚犯 第一次有机会 听见福音 而且他的反应是 The first time he heard it He catch it He grab it 因为另外一个囚犯 跟他同样听见的 嘲笑 羞辱基督 羞辱耶稣 他说 如果你是神的话 你应该下来啊 拯救你自己 拯救我们吧 哈哈 You can choose You can always choose 所以决定在我们的手中 今天 是否我们要不要领受神的恩典 神肯定要给我们的 问题是你要收吗 OK The truth of the blessing is God want to give us 因为很多人都会说 哎呀你知道啦 上帝啊 不凉啊 不凉啊 没有祝福我的 No Never 重点是 我们必须不是 埋怨神 但是我们应该是什么 Reveal Ourself 你真正有这个渴望 要来到神的面前 领受上帝的祝福吗 哦 你看不见 因为你所看见的 不是 并是 真实的 不是真理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觉得说 祝福就是什么 Material Stuff 跑车啊 大房子啊 很多钱财啊 是吗 但是我告诉你 不是 因为这里刚刚告诉我们是什么呢 May God be gracious to us and bless us and make His face shine on us 真正的祝福是 让神会让祂的脸呢 His face shine upon us 什么意思的嘛 这里是从 这个经文呢 其实是从 明书记第六章 二十四到二十六节那边 拿出来的 我们看看 明书记第六章 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请同工 愿耶和华赐福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长脸垂顾你 赐你平安 这里说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The Lord make His face shine on you 一模一样的 and be gracious to you The Lord turn His face toward you and give you peace 所以真正的祝福是什么呢 真正的祝福是上帝给你的事 undivided attention 没有被 不是我们 上帝很忙碌啊 所以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 是吗 祂都会只是 旁边听一听而已 有时候都没有听到 有时候忘记了 没有啊 神给我们的是 full attentive 完全 totally 给你而已 你可能先会说 做到吗 我都做不到 你当然做不到 你不是神吗 神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 so don't compare us with God although we are His creation according to His image 但是我们 我们还是人 ok 所以千万不要做神 知道吗 让神作为神 我们做儿女的 作为儿女 terrible things will happen if我们的孩子 尝试做我们 爸爸妈妈 做的事情 比方说 他拿锁石去开车 如果他只有十岁 你觉得什么事情 会发生呢 so don't let ourselves be God let God be God 这里 神说什么 祂会给我们平安 啊 很多人没有看见 很多人以为是什么 一定是material things 看得见的 no no such thing 真正的祝福 不是只是在财物上啊 物质上啊 真正的祝福是 平安 上帝的脸 向着你 甚至对你微笑 He smile at you 你知道这个东西 很重要的吗 亲爱的我们的弟兄姐妹 FGSVC的家人们 你知道 让我想起什么呢 我的孩子 我有两个女儿 他们两个都是 很多东西说的 姐姐比较厉害说 妹妹比较慢一点 慢一点表达 所以呢每一次呢 姐姐说了一些东西 妹妹也想告诉我 她觉得 她的想法 但是妹妹总是慢一点 她要想 这个啊 这个啊 到还没有讲到出来的时候 姐姐就会怎么样 帮她插嘴 这个啦 妹妹就 觉得很 很 很不开心 因为 她就是要express 你知道为什么她要express吗 因为每一次 当她讲的时候 她都需要我 pay full attention 看着她 向着她 听她说话 我讲慢慢说 一轩 你让妹妹说 她要 她虽然讲不好 讲得很慢 可能甚至 讲不到重点 但是我就看着她 她讲不好都好 我觉得 很可爱 你知道吗 我们祷告有时候 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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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祝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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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给我 这个 给我 那个 啊 一 啊 一 啊 可能都多过 我们真正 说出一个 完整的祷告词 是吗 我们觉得 哎呀 我祷告很差 可能神就不懂 去了哪里 never 真正的祝福是 God stay and listen to the end 你唱歌 你敬拜神的时候 好像刚才 没有好像水气师母 那么好听吗 是不是 我唱歌 我唱歌是很难听的 我唱歌好像 好像 frog啊 这个呢 青花 青花 青花的声音 但是你知道吗 我每次唱 我都觉得 我都相信 神在 pay full attention 他没有说 哎呀 can you shut up can you don't sing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aster faster I'm busy 上帝从来没有这样做 这个就是上帝 真正的祝福 你要这样的祝福吗 when God pay full attention on you 所以不要 我们觉得 只是要物质上的祝福 some things you never know 有一个 钢琴的学生 像justine 他去考试 他 他努力了很久 操练了很久 然后他考试的时候 每一个人在 安静在看他 表演 表演完过后 哇 打到很好啊 每个人都拍手 来拍手 跟着我 拍手 每个人站起来 哇 standing ovation 但是这个小女孩呢 这个 performer 她完全 没有在乎 那些的观众的嘛 她还是很紧张 因为为什么 她的眼目一直找 一直看 你觉得她找谁呢 她找她的老师 帮助她 给她学习的老师 她看到老师在哪里 她看到老师 有没有站起来 她看到老师 有没有笑 她看到老师 有没有 very good well done well done 因为 all she think about all she care 就是她的老师 有没有觉得 她做得好 很多时候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也是一样 don't live for the audience don't live for other people 有时候我们 很想什么 很想别人肯定我们 但是我们 没有从来没有想过 is the lord 父神 这位唯一的神 这位真神 这位阿爸父 他有没有 proud of us 他有没有觉得 他会站起来 拍手给你 跟你说 well done my good and faithful children live for God not live for the world or live for other people we live to please God alone not others no matter what it doesn't matter the whole world happy for you but if God is not happy we are defeated 我们一样 我们purposeless 我们live our life purposeless 你可以很famous 你可以很富有 你可以很成功 but you don't have the authority you don't have the approval from God is equal to nothing 哥林多 后书第五章 八到十节 请 是惨然无惧 宁愿与身体分开 与主同住 因此我们立定志向 无论住在身内 或是与身体分开 都要讨主的喜悦 因为我们众人 都必须在基督的审判台前 显露出来 使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 受到报应 保罗说 不管是这次 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或许是我们不在了 我们去到回家了 Our goal is to please him 因为有一天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面对这个的审判 This is the reality 有一天 我们 每一样东西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这个世界 我们所拥有的 都带不走 This is the truth 所以 Let us live to get 去领受神的祝福 而且这个祝福 才是真正的祝福 就是神 与我们同在 The true blessing of God 听好 Is the face of God shined upon us He smiled upon us 祂对着我们 笑 而且 祂给我们什么呢 祂给我们 Favor 祂给我们 祂的同在 你知道Favor是什么 恩宠 特别给你的 Special You are special to Him Favor of God 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当祂长大的过程 圣经有说 耶稣基督是拥有 The favor of God And favor of man 两样都有 有神的恩宠 也有人的 好的待遇 Favor of people 还有什么呢 这个 上帝的祝福是 God's approval of your life 神认同你 你做的每样是 你的想法 你的说法 你的生命 神 有得到神的认同 好过 你发大财 但是你没有 神的认同 Amen 所以 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 God wants to bless us 第一个 第二个 神给我们的祝福呢 不是当然给我们的 The blessing of the Lord is to bless others 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祝福的真理 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是要祝福其他人 祝福不是给我们 我享受自己 享受自己拥有 No 我们的上帝 从来不是个自私的上帝 所以如果我们是有 祂的形象的话 We should be like Him 所以祂祝福我们 是因为要我们 也去祝福别人 简单说 我们领受这个救恩 你Amen吗 如果我说 我们人生最大的祝福 就是领受 这个拜拜 给我们的救恩 直到我们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过后 我们拥有盼望 我们拥有一个家 属于我们的家 是永恒的家 不是这个世界暂时的 是永恒的 我们不需要永恒 去到火炉里面 去到地狱里面受惩罚 永恒后悔 永恒咬牙切子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咬牙切子就是 regretful regret 永远的后悔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了盼望 我们在这个世界 现在目前 我们有时候都后悔 有吗? 有时候后悔吗? 哎呀 做了一些 不应该做了 哎呀 我做错决定 哎呀 但是很快 你这个后悔的感觉 就会离开你 为什么? 明天是更好的一天 Tomorrow is a better day You have another chance Right? 但是在地狱里面的时候 在我们after life There will be no more second chance 所以亲爱了我们的家人们 把握 把握 当你知道 当你领受 这个祝福过后 What you should do to bless others 你要去祝福别人 听好 我们当然 我们应该是 哦 我有多的一瓶水 啊 我去祝福别人 Right? 哦 我有一个 extra的地狱 我要祝福别人 啊 上帝祝福我 听好哦 当然我说 上帝的祝福 不是ultimately 不是金钱 不是material stuff 但是我看过很多 上帝的祝福 是包括这一切的 当你好好的跟随神 你要听好 上帝的祝福 that's not the main thing material stuff 金钱 不是重点 但是我看过很多 当上帝祝福 那个人的时候 that person live right with God 金钱 物资上的需要 是需要 不是你要 他会跟着来 that is the beauty of the blessing of God 你不用求 所以这里什么呢 这里说 你要去祝福别人 我们看看第二节 67章第二节 跟第三节 请 好使全地得知你的道路 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神啊 愿众民都称谢你 愿万民都称谢你 所以这里 说到什么呢 愿万民都认识你 知道领受你的救恩 因为当你领受 祝福过后 you should bring the blessing to others share the blessing to others the问题是 问题是什么呢 你现在目前的生命 的生活 你觉得 会不会 attract them to Jesus 你现在目前的 生命跟生活 会不会 影响他们呢 是想去认识 耶稣 这个是一个重点 why 因为你去 祝福别人的时候 你带着上帝的祝福 去祝福别人的时候 ultimately 你不是只是 单单请他吃饭 买礼物给他 帮助他 最主要 最重要的是 you should bring the good news 把好消息给他 那个是最大的祝福 跟你一样 你不能把这个祝福 收藏起来 给你自己而已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东西 不会automatic发生的 很多时候 它需要 intentionally 你需要刻意 去做成它的 出入什么 透过你的话语 透过你的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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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action 让 主的救恩 上帝给我们的救恩 well known 让每一个人都 能够认识主 这个应该是 透过我们的行动 去做的 比方说 在过去的两年 这个pandemic 你知道很多人 是不是 是活在 惧怕里面的 they are fearful always worried 担心 然后 很害怕 很担忧 哎呀 明天怎么办 以后怎么办 oh no future 是吗 所以你的生活 你的life 有没有跟别人 有分别呢 这个只是一个example 你的生活 有没有跟别人 有分别呢 比方说 你有盼望 你对神有信心 是你知道 有问题 但是你没有害怕 you have faithful to god's mission 你没有最怕 that is the difference 67章四篇 第67章第四节 请 愿万族都快乐 欢呼 因为你按正职 同管众民 并引导地上的万族 所以这里 may the nation be glad and sing for joy before you rule the people with equity and guide the nation of the earth 有一天 神就会来 成为那个审判官 he will be the ruler the judge 他会来掌管 国度 掌管全世界 这个是个好消息来的 我们应该要去 把它传出去 因为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 in fact 我们已经看见 我们听过 我们知道 很快会发生 时间不多了 亲爱的我们的家人们 不要说 等啊 等一下 等一下 世界不 世界 寻转的时候 不等 不等人的 所以before 当然今天 你要很明白 before you share make sure 第一 首先 要回去看 你跟这些人 的关系 是如何 你跟他们的关系 好吗 有一个桥梁吗 或许是你们 是敌人啊 比方说 你的 你的父母亲 your parent 关系好不好啊 你说 我叫他信主了 当然 他不要信咯 因为可能 你们的关系 都没有修复好 每一次都是吵架 每一次都是 脸臭臭回家 不给家用 怎么样会好呢 以前他养你 现在你不养他 想不过去啊 你说 以前我小啊 他现在还是 有手有脚啊 可以做工啊 记得啊 你种什么 你会收什么 今天你的孩子 在看着你 你怎样对待 你的父母亲 圣经也是 已经很清楚 说 你要必须要 尊容 照顾你的父母 这个是上帝的吩咐 讲到吩咐 你会 这里说 英文是 command 讲到吩咐 就不是一个 optional 是一个吩咐 如果你不做 你就是 不顺服 因为他不是 给你选 跟救恩不一样 救恩他给你 自己做选择 但是一讲到 这个父母的时候 不管你的父母 是怎么样都好 以前怎样对待你 都好 你都应当 顺服神 在工作也好 在工作 你跟你的同事的 关系是如何 跟你的上司 老板的关系是如何 跟你的下属的 关系是如何 如果你不好的话 怎么样传 不应呢 所以记得 在工作上也好 在父母的 角度关系也好 记得 The one you serve The one you do for it 是神 不是 做给你的父母亲 是你 你的父母亲 不是完美的 In fact No one is perfect 可能你的不完美 但是你要 做给他们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 是做给他们 而已 更重要的是 你做给神 要长寿 要长命 要生你健康 You don't want to die before your age 你一定要 尊荣你的父母亲 honor your parent 你的亲戚 你的朋友 你要去修补这个关系 Coming 我们有一个 很长的假期 是吗 It's time to do something In fact 这个sky service 就是让我们 有这个时间 空间 to do something 接下来 下个礼拜 是mother's day 是母亲节 It's time to do something 再多个月 是父亲节 It's time to do something 你看 上帝 允许这些节日 出现 for us because it's for us 给我们自己 一个理由 一个机会 去做一些事情 你以为 因为世界 拥有一切都是上帝所允许的 Not necessarily 上帝创造他 但是上帝允许 这个事情发生 有他背后的目的意义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还有你的孩子 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怎么样啊 你跟你的孩子关系是不是 只是 你赚钱养他 那么简单啊 给他车 给他上课 That's it How about their emotion needs mental needs Or 他们的属灵的需要 亲爱的父母 突然间有一个的启示 听好 父母亲 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孩子 特别是在这个pandemic 我们教会有了 很多的孩子 记得 除了你爱他以外 你宝贝他 Oh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是他的属灵的状况 蛤 那么小 讲属灵 说个咩 你有没有听过吗 Everything is start from the beginning from small 三岁定八十吗 你不是说吗 That's why 你很小很小 就给他 A B C 一加一等 你 你很concent 你很care about 他的 intellectual的 一个的知识 How about spiritual stuff You know what 孩子是学东西 是透过 看 多过 听的 他看到什么 他看到什么 他看到 可能 你服侍 你很忙碌 但是 你把它 放在一边 是吗 不对的 不然的话 服侍不到哦 麻烦哦 所以 No shortcut for success 你要真的是 好的话 One stone kill two birds 你要带着你的孩子 来服侍 谁不要走 谁不会走简单的路 耶稣也会啊 耶稣 就搞定了 救恩 坐到云下来 好像 那个的 assume home 在KLCC 停在那边 Hello 给你们每个人机会 现在要跪下来 要信就信 不信就走 下地狱 他也可以走个 非常容易的路 But no 为什么那么麻烦 所以想一想 孩子 你跟孩子的关系 是怎么样 所以 耶稣亚说 我和我一家都来 侍奉主吗 你呢 有两个extreme 两个都不正确 不是很正确 就是 一个 你把他丢在家里 他不懂你在做什么 你跟他说 服侍 我服侍 你很爱神啊 Yes Yes No doubt about that 但是 你忽略了你的孩子 他长大过后 你说 你以为 长大过后 才带来教会 No 很多时候 特别是 Pastor Kid 那个时候 你的孩子 已经是很讨厌神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他觉得 因为神 夺取了 我的父母亲 夺取了 我的父母亲 跟我一起的时间 I hate God 他会叛逆 你喜欢神 你爱神 我偏偏不喜欢神 Happen most of the time to Pastor Kids 所以我们才知道 这个东西 我们才学习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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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let the same missing happen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过去80年代 90年代 很多Pastor Kid 都是这样的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另外一个extreme 就是什么 一个是不理他 另外一个就是 太过理他 为了他 牺牲一切 甚至 牺牲了 树林最重要的 那个的柱子 以后他长大后 一样他学习了 他学习了 Oh Serving God is just secondary Serving God is just anytime can do it 所以以后他长大之后 你很想他服侍 是不是 去服侍 他就去服侍 他会告诉你 下一次了 你问他 没有下一次了 怎么你选 等等下一次 他会告诉你 以前你也是这样 你也是说 哎呀 他服侍 几时都可以 等我孩子长大 过后先 他也是会告诉你 等我以后老了先 Now is the time for me to enjoy life 所以 我不是说 一定会这样发生 但是我知道 我看过很多 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So to prevent is better cure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 prevent这个事情发生 OK 我记得 我记得在圣经里面呢 有一个人叫以色列家守望的人 所以你要聆听我口中的话 替我警告他们 这里神 兴起一个人 以色列家 祂给他这个位分叫 watchman 跟你旁边人说 watchman you are the watchman you are the watchman in your family in your family in your CG in your big group relative you are the watchman in your office 你是可能 你在整个办公室里面 你就是唯一的 带着基督徒 you are the watchman 今天神的appoint你 you are the only watchman watch the people of Israel 做什么呢 to give them warning 意思就是 你要去拯救他们 你要去帮助他们 要去 transfering给他们 认识他们 connect with them so that你有机会的时候 you can warn them you can 不要这样啊 这个不好啊 and then we listen to you 第八到第九节 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我对二人说 二人啊 你必定死亡 你以希节却不出声 警告二人 离开他所行的 这二人就必因 自己的罪孽死亡 我却要因他的死 追究你 如果你警告二人 叫他离开 他仍不转离 他就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 你却救了自己的性命 这里说 如果你不说 神叫你去 你不去 到最后这个人 因为没有被听见福音 然后离开这个世界 去到阴间的时候 这里说什么 and I will hold you accountable for their blood 那么严重吗 不传福音不行吗 神就是给了我们一个 command go and make disciple of all nations b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of the son of the holy spirit and teach them whatever I teach you 这个是个command 也是一样 这个是个分付 It's not an option 所以传福音 布道 我们认识人 Build connection It's a must It's our duty as a Christian That's why we receive the blessing is to bless others 去祝福别人 这里说什么 如果我们不去 那个人的血 就会归在我们的头上 神看得非常的严重 这一块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 所以不要说 为什么教会 整天在我们去传福音 because we want you to be blessed 你不是要领受 祝福吗 This is the way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abundant life 让你拥有一个 充满祝福的生命 这个就是管道啊 Just go and do it Nike Just do it 保罗说什么 保罗在十路行传 第二十章二十七 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来 所以我今天向你们作证 我是清白的 与众人的罪无关 因为神的全部计划 我已经毫无保留地 传给你们了 他说 My hand is clean My hand is clean 因为我已经 传了 有没有听 不管我是 我负责传的 我负责connect 我负责reach out 已经做完了 So my hand is clean 以细节三十三章 十四到十六节 我虽然对恶人说 你必定死亡 但是他若离开他的罪 行公平和正直的事 把抵押归还 把抢夺人的事物偿还 遵行赐生命的律例 不做恶事 他就必存活 不致死亡 他所犯的一切罪 必不被纪念 他行了公平和正直的事 必定存活 哇 你知道这个就是 最大的祝福给他吗 more than 你请他吃饭 买礼物送给他 那个是重要的 但是那个只是 暂时的 你要给他的 是永恒的价值 这里说什么 当你去传的时候 当他听见的时候 他回转 改变的时候 什么事情会发生 那个人一定存活 他从前以前所犯过的罪 一切都会怎么样 神都会把它 除 洗干净 忘掉 这个就是最大的祝福 给那个人 Amen 所以你要把祝福给那个人 你要给的话 就给最好的 最大的 最有永恒价值的 This is the true blessing 有一个人 他是非常出名的 一个的演员 actor 在外国 然后因为他过出名 他是个基督徒 从基督徒的 family长大 但是当他很出名的时候 他开始很成功 当他很成功的时候 他开始怎么样呢 忘记了神 偏离自己路 走了自己要走的路 就是充满玩女人 喝酒 醉酒 He lived a sinful life And then 当他有一天 他的爸爸去世的时候 他突然间发现 他的生命里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 离开他的时候 他开始审查自己 想一想 我不能再这样子下去 因为是他爸爸 引导他相信耶稣 一天小的时候 所以他决定 I want to come back to God 我回转向神 好啊 感谢主 当他回转向神的时候 Something bad happened 所以有一句话就是 Bad things do happen to good people 不要觉得说 我信了主啊 没有事情发生 不会的 这个疫情降临 来到我们中间 每一个人都受影响 不管你信不信主 所以同样的 这个事情也临到他的身上 A 他想 他的job开始减少 为什么呢 因为他开始 不去餐那些 不应该餐的人 喝酒啊 玩女人啊 Bad things Bad guy 所以他就开始 没有什么connection 他就开始被人冷藏 他参观短说 过后他开始转型 他觉得OK了 算了 我就不要做这一行了 我就转型 那之后他转去什么呢 转去做sport event 他做这个event organizer 运动的event organizer 但是因着疫情 过去的疫情 他这个sport event 没有办法做 他开始也受到 很大的影响 之前因为赚到钱 买了的房子 过后 因为疫情的缘故 使他没有办法 继续供下去 因为他需要 卖掉这个房子 他的dream house 来preserve他的catch 让他继续的生活下去 因为他不懂 可以到几时 可以到几时 这个pandemic 当他卖掉这个房子的时候 他是很伤心 他觉得为什么 这个事情 第二次 领到他的身上 他越要爱神 他越经历更多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祝福就是materialstuff 不是 然后到最后 他发现到 他的老婆 也在那个时间 开始有第三次 就毁 他很伤心 他很崩溃 为什么 这个事情 bad things 路续续续续 一直发生 当然他还是靠着神 他说 神啊 求你帮助我 你的恩典 临到我的身上 我不要我的家 be broken 我有孩子 我要 我要修复这个家 求你帮助我 end up 他跟他的太太 重新和好 他原谅他的太太 他求神帮助他 去原谅他 看到自己的力量 当然不可以 但是看到神 凡事都能 他原谅他过后 他们重新怎么样呢 在疫情中 他们开始又想到 另外一个idea 他们开始做food truck food truck 我们在四周围 都看到最近很多food truck 他们也一样做 感谢主 这一次神 的确真的是帮助他们 因为他是曾经是actor 一定有一定的知名度 所以透过online 透过social media 很多人去帮他订购 他的生意就不断成长 更重要的就是 after他经历那么多事情过后 他开始在教育里面 成为volunteer 成为一个领袖 特别是做什么呢 特别是做 这个的 young family的 做家庭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他的太太 有个经历 怎么样从 有问题 然后和好 所以今天他们 真的是用回他们的经历 去帮助许多couple 所以他的小组 他的团队 也不断地 透过这个的 他的服事 不断地成长 你看 这个就是上帝 很多时候给人的 一个祝福 不是用金钱 物质来衡量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祝福是要去 领受的祝福 是要去祝福别人 Amen 最后一个 最后 那一些领受祝福的 被祝福的人 一定会成为敬拜者 Those who are blessed will be worshippers Worship the Lord 摄编第67章 最后的3节 5、6、7 这笔是什么呢 愿众民都称谢你 愿万民都称谢你 地深处土产 神就是我们的神 要赐福给我们 神要赐福给我们 全地都要敬畏他 这里说 全地都要来敬畏他 You see the blessing 当一个祝福 上帝祝福你 去祝福别人的时候 What things will happen 全地都会来敬畏他 The whole world The whole world will know the Lord will worship the Lord 都来认识神 都来敬畏神 都来跟随神 Is this the biggest blessing? 亲爱的我们的FJC 谢谢家人们 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给你选择 你要物质上的祝福 或许是 You more prefer You more prefer 可能我的生命 简简单单 没有特别的缺乏 你所需要的都有 但是 但是如果透过你的生命 能够去把祝福 去 祝福别人 透过你的生命 然后透过你的生命 把救恩来带给别人 那个人 那个人得救 他的全家得救 他的后裔得救 你会选择哪一个 想一想 很关键的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都有一些误解 在祝福上 今天我要打开 你的鼠灵的眼睛 让你去看一看 从今天开始 我盼望你求的时候 你可以求 上帝 祝福我 让我去祝福其他人 祝福我 让我去祝福其他人 这个的祝福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吗 如果你要给他鱼 倒不如你给他 你叫他去钓鱼 这个就是一样 你把神 介绍给他的时候 他领受了 这位上帝 他不用再求你 他可以直接求神 你又可以去帮助 另外一个人 他又可以去帮助 另外一个人 哇 Amazing 想一下 因为记得 最后 Worship is the proper Response to Who God is 敬拜 敬拜神 敬畏神 is the proper Response to Who God is What he has done 他说 我做过的一切 And what he will do 敬拜是最好的反应 Amen 我们让我们一起来 敬拜我们的上帝 Hallelujah 美好救助 Halleluja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